嗨,大家好,这里是水母,本期我们继续聊新出的皮肤系列《崛西圣堂》的背景故事 瑞文变成了崛西者 曾经的灵溪教堂他已经回不去了,但他并不憎恨灵溪教堂 他只是害怕教堂地下的两个神秘生物 甚至瑞文还比较担心霞和沙拉,担心他们两个在灵溪教堂遇到危险 但祈求神明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瑞文将不再靠神明寻求救赎 他将用双手走出自己的道路 如果有机会,瑞文将会返回灵溪教堂救赎沙拉和侠 瑞文的肚子一直很饿,这大概是变成崛西者的副作用 他忍着饥饿走在荒野之上 如今的瑞文成为了一个独行的流浪者 房间里,厄运小姐紧握着拳头 他实在不能理解瑞文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为什么要帮助决西者 沙拉陷入了不美好的回忆 其实沙拉原本对决西者的恶意并没有那么大 她的爸爸妈妈曾告诉她 没有变成怪物的决西者思维和普通人并无明显的差别 只要决西者不变成怪物,那就是可以相处的 沙拉的爸爸妈妈一直和蔼地对待那些没有变成怪物的决西者 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直到有一天,决西者失控了 回到家的沙拉只看到了爸妈的尸体和逃跑的决西者 这件事后,沙拉对决西者的恨达到了极点 她恨不得杀死所有决西者 她加入灵溪教,成为了最虔诚的灵溪教徒 所以在瑞文帮助决西者的时候,沙拉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她杀死了瑞文,但她并不后悔 夜晚,教堂空无一人,沙独自一人在教堂上祈祷 祈祷自己的爱人能平安活下去 今天白天,瑞文带着决西者逃跑了 对于这件事,沙表示能够理解 晚上,沙回到自己的小屋 他的伴侣洛正在大口喝水 瑞的脸色苍白,饮水量非常恐怖 已经不是正常人能接受的范畴了 瑞紧紧地拥抱瑞,眼泪再一次地掉下来 瑞知道,瑞很坚强 初时的时候,瑞欠了一大笔债 瑞却根本不在乎这些 那时遇到了很多挫折 但瑞没掉过一滴眼泪 瑞很自责自己的债务让瑞东奔西走 她心疼瑞,她想和瑞过平稳的日子 她打算快速偿还巨额债务 铤而走险,瑞前往了决西者弗拉基米尔的住宅 偷取值钱的财物 但弗拉基米尔非常敏锐 瑞被逮个正着 之后,瑞被绳子勒住脖子昏厥了过去 瑞赶紧前往弗拉基米尔的住宅 发现瑞就剩下了一口气 如果不使用决西者的力量 过不了多久就会死亡 灵溪教义非常抨击决西的力量 但在临死的爱人面前,瑞抛弃了教义 她祈求弗拉基米尔用决西的力量复活 弗拉基米尔看到瑞的灵溪打扮 觉得这生意不错 她同意复活 但前提是,瑞需要给弗拉基米尔提供灵溪圣堂的一些信息 她要求瑞前往灵溪教堂的地下室 去寻找一个弗拉基米尔想要的东西 瑞不怪洛的行为 瑞理解洛迫切偿还债务的心情 所以在洛接受决西力量 还没有苏醒的这段时间 瑞置身一人,东拼西凑 攒够了一笔钱 替洛偿还了债务 洛苏醒后 弗拉基米尔在瑞的手上印下了标记 瑞如果不按照弗拉基米尔的指示去做 洛很可能有危险 就这样,瑞再一次回到灵溪圣堂 探索圣堂地下室的秘密 俘拉基米尔,一个已经活了很久的 决西者老油条 在以决西者身份存活的这段时间 弗拉基米尔也饱受决西者对身体的副作用 难道世界上就不存在一种方法 可以让决西者变成正常人吗 带着这份执念 弗拉基米尔翻阅了巨多的古迹 最后弗拉基米尔发现了一个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 阿斯匹拉地区存在一口圣水井 这口阿斯匹拉之井的水 可以治愈一切身体的不适 还可以让人物成为超脱常人的存在 奇怪,如此神奇的井 为什么失去了踪影 再查资料 弗拉基米尔发现 原来如今的阿斯匹拉之井 就在现在灵西教堂的地下 麻烦了 灵西教对决西者有着非常强大的恶意 这要如何窥探到灵西教堂下方的秘密呢 正当弗拉基米尔烦恼的时候 侠洛送上了门 看来这是一个好机会 弗拉基米尔 你的自大早就成为远扬 所以瑞文在灵西教堂地下看到的神秘生物 和弗拉基米尔所说的阿斯匹拉之井 有什么关系吗 教堂的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魔腾就是接受了阿斯匹拉之水馈赠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 魔腾就接触到了阿斯匹拉之水 他用自己的下半身作为教换 获得了纯净的阿斯匹拉之水的力量 获得力量后的魔腾 获得了操控阴影的能力 魔腾受到阿斯匹拉之水的指引 成为了守护阿斯匹拉之井的守护者 阿斯匹拉之井可以通过收集教徒的信仰 把信仰具象化成井水 从井空到井满 需要一百年教徒们的不断祷告 灵西圣堂有一条拒绝决息者的教义 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自保 如果决息者们使用阿斯匹拉之井 来治愈决息的副作用 井水一定积不满 最近魔腾想解决决息者的欲望很强大 他暗中用自己的力量 外加堆砌的材料造出了一个活体武器 科加斯 这是一个理论上 只要注入能源就可以活动的怪兽 现在需要一个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装置 来为科加斯注入生命 魔腾从古籍上寻找到了古遗物作为启动器 在科加斯的背部插上古遗物启动器 科加斯动了起来 能量还不够 科加斯需要吸收人类的力量来增强自己 那些教堂叛徒是很好的饲料 等到科加斯吃饱了 充能完毕 那就是决息者的末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故事的所有内容 被决息者背叛过的沙拉 对灵溪坚定不移 致力于寻找阿斯匹拉之井 打算治愈决息身体副作用的弗拉基米尔 获得阿斯匹拉之井力量 一直守护阿斯匹拉之井的魔腾 用古遗物充能 一直吸收人类力量的活体武器 科加斯 对教堂地下的生物感到恐惧 觉得灵溪决息都不是绝对正义的流浪者瑞文 抛弃世俗 只求自保的狭落 看完这个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那这里水母我们下期再见